49-54的题组,它要介绍的是β衰变,主要看的是碳14,变成氮14的β衰变。 那它可以应用在放射性元素定年法上,乘坐碳14定年法。 49题,下列合者正确。 A选项,如果交互作用理论是由鲍利提出的。 这可以从文章的第三段找到。 它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写到, 鲍利不相信β衰变的过程中能量不守恒, 所以就提出应该会产生新粒子的假说。 那第二行写到,费米接受了这个假说, 而且他自己还提出了弱交互作用理论。 所以应该是由费米提出的才对。 C选项,中子产生β衰变是由于电磁力所致。 这个是错的,β衰变就是在中子有弱力, 然后让中子可以变成直字。 应该是C选项说的,若交互作用所致才对。 选项,若交互作用的范围与电磁力的范围相同。 若利它就是作用在中子内部, 让中子能够变成直字。 那电磁力说的就是正负电荷之间的吸引力, 或者是相同电荷之间的排斥力, 它的作用范围是无限大。 所以若利的范围比电磁力小很多, 珠是错的。 一选项,科学家首次发现β衰变时, 就同时发现电子和范围中子, 这个也要从文章去看。 他写在第二段, 他说早期的科学家尚未发现范围中子的存在, 一开始以为β衰变只有四处β粒子。 那β粒子它指的就是电子, 所以一是错的, 一开始只有发现电子。 50题, 他说β衰变的前后电量总和相同, 要把β衰变过程的电量关系式列出来, 那我们就先把β衰变的反应式写出来就知道。 从第一段的最后一行就知道, β衰变就是碳磁磁会变成氮磁磁, 加电子, 再加反微中子, 可以把反应式写出来。 那题目说反应前后电量总和相同, 表示碳磁磁磁的电量会等于后面这三个箱夹, 就是B选项。 再来看的是碳磁磁这个原子核, 它所带的电量, 碳磁磁的原子核里面因为是碳原子, 所以它会有六个枝子。 那一个枝子它带电量的量子和一个电子是相同的, 所以现在有六个枝子, 应该就是6E。 一选项要看的是反微中子的电量, 根据B选项的关系式, 我只要碳磁磁磁的电量是6E, 会等于氮14, 电量是7E。 再加上电子, 它的电量是负1, 然后再加上反微中子的电量, 就可以算出反微中子的电量应该是0, 它不带电。 51题, 它想要你去比较Beta粒子的能量, 还有原子核初始态与末态的能量差Δ1的关系, 比较谁大谁小。 那它分成两个问题, 一个是早期科学家的预测, 另外一个是实际做实验的结果。 那它的答案写在文章第二段的最后, 它说实验测得的Beta粒子能量, 还有反应的能量差Δ1, 和能量守恒定律的预测有出入, 也就是说预测的部分应该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, 衰变的前后能量该相等。 那因为早期的科学家他以为的反应是碳14变成氮14加上Beta粒子。 所以他们就预测, 碳14的能量会等于氮14的能量, 再加上Beta粒子的能量。 那我再把氮14的能量这一项移到左边去。 那这个EC减掉EN, 就是原子核的初始状态一开始它是碳, 那反应完原子核的末钛它变成氮。 这刚好符合Δ1的定义, 就是原子核初始钛和末钛的能量差。 左边这个我就把它换成Δ1。 就得到答案, 预测的是Δ1等于Eβ。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, 那实际上实验测量的结果应该怎样? 那文章也就有告诉你, 实验的结果跟能量守恒定律预测的 有出入。 那有出入的原因就是, 碳14的衰变它不只产生氮14和β粒子, 它还有第三个产物就是氾微中子。 所以能量守恒的赤子应该重新改写成 EC等于EN加Eβ加E氾微中子。 也是一样把EE移到左边去, 就会出现碳核的能量减掉氮核的能量, 这个就等于Δ1。 那题目要比较的是Δ1还有Eβ。 那因为能量它已经是正值, 要是少加了一个东西, 当然右边就比较小, 所以应该会变成Δ1大于Eβ。 是什么意思呢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